素面白色没有包装的 想要去车路 那这个牛肉待会我想要卷卤笋 卤笋包在里面比较不好熟 这个我们可以先水煮或是微薄 那微薄是比较方便的 之前有买过这种微薄的容器包 大小不ok 好像有点太 油笋放进来 然后稍微盖一下 温度 有什么 这个 還有另外一種捲法 這樣子肉片會比較薄一點 也比較好堅守 因為我剛剛那個捲起來比較厚一點 我把剛剛那個捲的比較厚的 改成第二種捲法 想說這樣子比較好一起收成 好然後第二道菜再來炒一個 之前日本很紅的一道菜 就是一個非常無腦的網路創意料理 是用這種市售的鮪魚罐頭 加上切濕的青椒 然後我打算再切一點紅蘿蔔配色 這邊再炒一個青菜 因為這一罐已經快要用完了 然後我已經再新買了一罐 所以想說這一罐趕快把它用掉 那湯也是一個簡單快速的湯 這邊利用高湯粉 然後做一個紫菜淡華湯 那剛剛冰箱裡面也有拿出來 之前的剩菜這湯等一下微薄來喝 這邊還有一盒咖哩 裡面沒有肉的 就是純粹咖哩加紅蘿蔔馬鈴薯洋蔥這樣子 好那這小孩就愛吃 可以配很多飯 那我們就開始吧 好那我今天邊做邊料理 因為這個需要煎的時間 所以我煎蘿蔔牛肉的時間 再來備其他菜 這也可以用其他烤箱 但是因為這次買的蘿蔔比較長一點 所以想說用鍋子煎可能比較剛好 所以先用個滲 Wayne用鍋たち 因為它不需要用來罷ет 來熨熨 切去鍋子 切成小麵 切成小麵 早餐 蓋子 切成小麵 大麵 小麵 鸡肉 煮 肉 肉 鸡肉 煮 鸡肉 鸡肉 烤鸡蛋 熟稠 拿着 方法 蒸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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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蛋 生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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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牛小生 生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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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沖縱 沖縱 挖縱 沖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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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灼 泡沖縱 泡沖縱 沖縱 中間 這湯包跟紫菜本身就帶點鹹味 所以這不用再另外調味很好喝 這有點像便當店會附得湯 自己在家裡煮紫菜超多 你滿滿的一碗紫菜 我自己很喜歡喝這種很簡單的清湯 好 那我們的菜也超好的 兩罐倒進去 最後要加一點黑胡椒調味 三叉一湯已經做好 加上那邊的咖哩 那待會我會來切這個 做完菜這邊需要整理 這邊的湯一面也是邊煮邊整理 其實沒有很亂 說出吃了 盐火 炑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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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來看一下攝影 高筋麵粉200克 再鹽巴 我在帶小孩的時候比較常做麵包 之後就比較少 所以我是買這種單獨包裝的 它的效期會比較好一點 我這邊可以用冰水 90ml 現在做麵包比我早期 做麵包還要簡單很多 因為我那時候在帶小孩的時候 還住在婆家 那時候做麵包比較客難 就是弄得亂七八糟的 還要洗一堆東西 因為那時候也沒有洗碗劑 現在就會比較方便一點 我看的食譜 是說用低速先攪打 然後再用高速把它打到有黏性 低速攪打 分成八等份之後 還要再繼續第二次發酵 啊好黏喔 有點黏耶 我真的太久沒有做了 是哪裡出問題 稍微抓一下每個大小都讓它一樣 像這就多一點 可以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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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成 我們的奶油鹽可送麵包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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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又打了麵糰 现在在外面发酵 现在开始要来准备晚餐 刚刚我有去买菜 然后这边退冰了两块梅花肉 这个是牛排 好市多的我都买牛小排比较多 然后买这种条状的 就是它你自己可以切薄片或是切条状 然后现在是下午的四点半 现在开始做菜 然后等等小孩回来就可以开始吃 今天要做一个快速汤 今天准备来做一个消水肿的冬瓜汤 这个冬瓜切成薄片 那我们这梅花肉准备跟冬瓜的汤一起煮 把它煮成肉汤之后 梅花肉捞起来切片 这个梅花肉可以做一个蒜泥白肉 那同时汤里面也会有肉的味道 汤里面我们再加这够软 那我们烫蒜泥白肉也是有技巧的 我们要从冷水开始煮 里面加姜片 然后再加米酒去腥 好 这是卡仪星做的一个帽子 铸铁锅盖子很烫 然后我们就可以这样子抓着 很可爱吼 这个整套的小配件 这个不要盖盖子 我们要打开盖让它煮沸 大火煮沸两分钟 再焖个二十分钟 就可以把它捞起来 那捞起来之后 这就是一个现成的肉汤 那最后我们要焖二十分钟 为什么要用铸铁锅 因为铸铁锅的保温效果好 所以这个肉是焖熟的 不是煮熟的 如果你一直开着火去煮它 它很容易煮到很老 很柴 就没有这么好吃了 我早上有做早餐 做披萨 然后有切一点青红椒 因为有碰水的时候 就想说今天晚上就赶快把它煮起来 那这些待会我们就跟牛肉一起炒 这个肉有时候旁边都会有一些筋 我会把它去掉 然后待会跟高丽菜一起炒 然后这个我们切 切成肉丝 这种整条的好处就是你可以自己决定要切成丝 还是把它切成片状 然后你也可以整条拿去烤 烤过之后再来切 也可以把它做成size牛 所以我自己还蛮喜欢买这种 好我们看一下逆纹切跟不是逆纹切的差别 像这个就是逆纹切 我们在咬的时候比较容易咬断 这就不是逆纹切 它就是直的 这样子 那好处就是它在炒的时候比较不容易散掉 那尽量大小切一样 它熟成的速度才会一样 那接着我们来腌肉 好一点酱油 一点香油 胡椒粉 接着我们再加入一点太白粉 一点点点就好了 待会肉我想跟一些蒜头 姜片一起炒 小孩不喜欢吃姜片 所以我把它切大一点 以免他们不小心吃到 那今天都是肉片嘛 所以我就是打算切 块状 好那高丽菜我这次是用剥的 剥的它切口比较不一致 所以青菜炒起来会比较甜一点 这边是刚刚切下来的牛肉的筋还是油脂 我不确定 反正这待会就是先把它煸出牛油之后 我们再加蒜头 爆香 跟高丽菜一起炒 盖子很重 拿起来的时候要小心一点 接着可以把我们的肉 搂起来 这个我们重新煮滚 我再推冰一些虾子来做鲜虾结果面 放入虾子来做鲜虾 然后就可以出来 猫发酵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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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留下一些油接着来炒青椒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最后我们来调这个酱料 一点酱油 糖 蒜头 然后再加一点香油 用焖的肉它就会呈现粉红色 不会过熟 然后吃起来比较嫩 那这个肉是用梅花的部位 蒜泥白肉算是白吃不腻 然后又简单的一道菜 然后调味啊做法相对简单 新手来煮这道菜会很有成就感 因为真的很好吃 也会被秒杀 自家要吃的我就不摆盘了 然后酱油放在旁边 这样子就可以上菜了 然后淀淀粉 做一件事情 清潔劑我都特別買白色的包裝 就是它貼紙可以撕掉 不會有痕跡的那一種 那像這一瓶是柔軟精 我柔軟精、洗衣精都會買 軟袋包裝的 就是不是這種殼的 然後想要找一個 素面白色沒有包裝的 將來我就是用補充的就好了 像這清潔劑我也是買這種白色的 這種花花綠綠的包裝把它拆掉 然後我們在上面再做標籤就可以了 來做標籤吧 那很多人問我標籤機有沒有團過 嗯...不好意思 就是沒有安排這個 是因為我是想要團這個奶茶色的 只要團一台最好用的 但是廠商方面是希望 三台都介紹 然後我想算了沒關係不要合作 也有其他人開團 那這邊都是我的標籤 然後我的標籤機是用 無印良品的收納 是要插電的 然後再用APP去連接的 我之前有派過介紹 大家如果有興趣 不要先自己再去翻一下 好媽媽事情真的很多 待會還要去看一下站單 因為有一些什麼穗金要繳的 車子的穗金要繳 然後還要記得繳管理費 然後待會還要去好士多 老公叫我幫他買 你先進 然後呢 家裡好幾天沒吸地板 我待會還要吸地板 我的APP會把它整理起來 所以我忘記我放在哪一個資料夾裡面 所以我現在慢慢找 找到了 好 就是這個APP 哎唷 怎麼那麼有哥吉拉 它意思是說它有新的圖案 有哥吉拉的 可惡 我老公的哥吉拉 好 那我們現在來做標籤 因為我這邊有儲存 我之前做的 所以那個大小什麼都已經抓好 所以每次都可以用一樣的大小 好 那我這個想要做直飾的 這有沒有打錯 然後我一些影片還沒剪怎麼辦 我到現在還是自己剪影片 因為我覺得 自己比較知道那個 那個節奏感 我自己比較知道 那種視覺噪音的包裝 拆掉 好 哦 昨天我煮鮭魚吹飯 然後有一點鍋巴 我要洗鍋子的時候 把大部分的東西沖掉 然後泡水 然後泡水 大概泡一個晚上再來刷 這樣我比較輕鬆一點 像鑄鐵鍋 如果你有鍋巴 然後燒焦 黏底的話 就泡水吧 然後經過一夜 它就會比較軟化一點 倒掉 這樣刷就掉了 所以不用 不要用那麼辛苦 反正你就是泡它 然後讓它靜置一個晚上之後再去刷就好了 它是沒有這麼焦貴啦 你也可以用菜瓜布那一面 但是力道稍微抓一下就好 不要用乾刷那些真的很粗的東西去刷 那臉書也有一些鑄鐵鍋的社團 然後上面會有很多學姐分享料理或是保養的重點 也可以上社團去看一下 其實鑄鐵鍋就是吃品牌啦 原理是大同效益 今天在限動講解這個自動刷 因為現在正在開團 因為影片這邊開過蠻多次團的 然後不好意思 占據影片太多時間 所以我這次是在限動開團 其實在影片中你們也看到我用山水這一支 已經用到漬都快掉了 然後這次是第七團 那這次除了山水吸塵器 然後還有無線聯合扇 跟美髮用品 就是我覺得超好用的美髮用品 因為他們家美髮用品都不貴 但是我覺得都蠻好用的 然後再跟你們前聊一下 因為我最近想要去車路 我已經做了蠻多功課的 然後有買一些車路的東西 那基本上是想要沿用我親子露營的東西 然後那是有一些 像車用的床墊是必須要另外購買的 最近的生活趣味就是看一些車路的影片 做一些車路的功課 然後有集運的一些東西 到時候再拍影片跟大家開箱 那有些不一定是車路要用到 就是車用的好物 其實我親民連假處理一些家庭的糾紛 就是我們家族的年輕夫妻生了二寶之後 然後就是你知道嗎 你們如果有二寶的一定有經驗 就是生了二寶之後 家庭比較會有矛盾啊 夫妻吵架之類的 然後我這時候真的覺得說 女生會開車非常重要 就是跟老公吵架你想要離家出走 你會開車 你就可以隨時帶著小孩去投靠別人 那我們現在這次要車路嘛 女生車路我就覺得說 車子好像就是一個秘密空間一樣 其實我以前不在意車子的 我覺得女生應該都是這樣吧 這車子很亂 但是家裡一定要整理乾淨 我的車就是載小孩用的 所以他們都有餅乾穴啊 什麼都很髒這樣 我一點都不在意 但是這一次就是打算車路之後 發現車就像Jomine說的 車就是家裡的延伸 它也可以是一個秘密基地 然後你在裡面就是一個安全的小基地 它可以帶人去看風景 然後跟老公吵架的時候 你可以離家出走 你一個小車可以開 女生要自由 首先行動要自由 你不用依賴別人 你就可以出門 這一點很重要 很久沒有在家裡 隨性做做一些小事情 跟大家閒聊一下最近的情況 總而言之我很期待這次的車路 現在要出門幫我老公買 以洗眼鏡 要去好市都 你為什麼不腳 comunic 我現在要去到家裡 我不是要去找車路 我知道他們的法國 有很少人就是 你為什麼要不怕 我今天要開會 剛剛手機才提醒 然後我現在已經出來了 所以我就臨時找了一個停車場 然後直接在這邊開會 因為我今天是四點到五點開會 那沒關係 反正有網路用手機也一樣可以開會 這停車場沒有什麼人 在好士多附近 這邊蓋了好多社區喔 好 那我們今天會議開始囉 這段是三月份的普查來招售狀況